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叫大家要趕快准备 母的人要如何准备 普通 教堂我们主地虚相 所以我们就要 逢母债 有债兰 有困惑的人 2001年 纳利丰灾 慈祭环保已推动十年 上人因此开始督促慈祭人 就算急难之中 也要做到环保 上人对于急难救助 经过环保的要求 从921震灾即已开始 当时地震后仅两天 上人前往台中 途经台北火车站 对委员只是救灾原则 整天让他们应激 现在你们就开始要整理名刺 名刺 整理出来 我们差不多一号 就没看到多少号 救我们的人无忧忧 我们就必须无忧忧忧 那苦难人还没有稳定下来 我们还是要陪人好 这样一样就要去花费兴奋 这样 这样就要来 1999年9月23日傍晚4点52分 上人刚刚抵达台中 除了针对921震灾 而只是消毒防疫与人力调度外 更叮咛公餐要使用环保餐具 所以我现在是叫他们我们的环保馆 我去的观景lies 寄国下去做 做走送 我们在那里的灾民 反正不知道要在那里 我们给他们说 对立法放在里面 这样这个东西 也给他们做一个 环保概念 也就是一个器材 2001年9月 纳利丰灾镇剂过程中 使用纸餐盒与棉洗块 上人郑重叮鸣之后 慈忌人开始想方设法 2002年9月 另一个与那里行径类似的台风逼近时 慈忌人也做了准备 他们的工作 工作 连便当的菜 油 米 都已经去寻找 告诉我 九万多份的环保园 可能不够 岸上要五十几万份 就是要差四十几万 那种的精神实在是让人很欠慰 因为他们有那种厌宁医台 所以我很放心 从此以后 无论平时的聚会 一诊与发放 只要是慈忌人的行动 一律采用环保碗筷 台湾这几十年所过的日子 的确是不值 不管是台湾的交通 生活的物资 都好啊 不是常常跟大家说 你打开水龙头 秋春去就有水好水 只有这些小小的动作 就值得我们感恩 要怎么让大家的 竟然手牌就手 好心设定 这才是真的 我们未来要努力的 从慈忌人堪灾震灾的经验中 上人看到灾民和救灾人员双方面的需求 开始与弟子们讨论 逐步研发许多结合环保 而能在恶劣环境中 便利使用的工具及生活用品 当他灾难的时候 最集结需要的就是饮食 多年以前我在南部 我们的慈忌人有造船公司 我就说 现在常常有水 我们是不是来设计 可以说路上行走 他们就几十年来 一直一直在那盐花 我就说 有准 我们现在在那个地方 要送热食 还没水 没清水 我说 是不是 我们在那盐花 净水器 刚好在公家 跟我介绍 师傅 现在公园院在带我们 我们就已经巴巴 水灾的时候 有放一台在那个地方 我就说 太大了 你可以给我做一台 在船上 可以 拉走 用那个汁的水 就可以开始 过滤 他说 没问题 所以 在那个水上行走 没问题 对 顺便的水 就可以灌进你这个 过滤器 过滤器干净 它就可以过来 这个烧热的 让它热水 一百度 一百度 然后就开始 我们的香饥饭 拉拉拉拉的 这样 真的是很方便 真的是很感恩 我老早就感觉就说 我们也要做粮食准备 不才去烟花 想吃饭 要拿 那么 就要过来 原发多种的 国内要怎么用 把它持存起来 可以让它有几年 我们就像我们的香饥饭 只要你这样保存给它好 5年的时间 拿来就能跑 就能吃了 这个粮食 这样的这个风法 也是 要拿走 也是 要拿炖 我们说 好天要接 好来 凌云 随时 我们就能 拯护 当年 希望说 可以天下 无知最好 还可以说 要怎么办 有时候 无电 无网子的事 那么 不能夭着 这就是 十几年前 常治师傅 虽然他是出家 不是专业 但是 他也真 用心 不断 不断 烟花 平时 流通 还有行动的厨房 这还是好几年了 希望 希望 哪里有灾难 这一部车到了哪里就可以 让受灾人或是救援的人 能三餐温饱 能提供热食给他们 这都已经 烟花服了 很成功 这一部车 有三口床 一个圣 还有一个 热水器 同时 还可以载 一吻 的净水 那里面还有 这个 太阳 两层 这个车顶 自己的遮蓬 都可以 太阳能 那 暗来的时 可以电灯 所以 这都是 这种 爱的能量 花费 淋漓尽致 还有 住 住的 组合屋 怕的就是说 它灾难过后 没有定处 那土地 无法取得 所以不能用 很牢固的 这个永久屋 但是呢 没房屋住的 我们就给它 比布的帐篷 还要牢固 还要好的 不管任何一个土地 只要临时 让它能 张设起来 那就可以 安顿 它们的 受灾 无家 可归 灾民的 安身之处 刺激震灾的组合屋 从921开始研发 地震发生后的这天 商人已开始请刺激人 查询检疫屋 相关资讯 两天后 在前往台中的路上 仍不断联系此事 旅客 林冬奇 林冬奇先生 请到北二门 你们是不是把他摘下来 我看法是什么 主意的去增 建议有 太多 自己如果有 不快 对 他可能不是这样 整天的 他的主宰 主宰 主宰 对 慈激的检疫屋 从921开始采用的 旧式组合式 当可永久居住的 大爱屋建好之后 检疫屋就会拆除并回收 再运用到各地环保站 或其他用途 检疫屋的拆装方便 与牢固程度 也都逐年研究改进 在灾区里 菩萨们呢 一时涌现在这一块土地 盐花好的把它架设起来 他们就可以及时应用 这实在是 很令人赞叹的事情 灾民有了安住的地方 此季也会发放大米和生活用品 但商人还想解决过具问题 过去的赈灾发放 一定会在当地或临近大城 采买民生必需品 其中也包含过冬用的厚棉被 当慈祭开始结合环保与慈善 回收的宝特瓶就此摇身一变 成为全新的毛毯与衣库 有一段时间 清水环保 10位辅助人就跟师父说 师父 宝特瓶没啥人爱 那我们是否 不要收 没啥人呢 我就跟他们说 没啥人的东西 我们这么爱收了 我们不是围住 是 我们围住 要保护我们的台帝 不然如果我们没收 它就拿去收了 收了就会有污染 我们如果把污染回来 就跟他们说一篇的道理 在那时候就开始 我就这样想 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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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时候 在大陆的救测 那时候米都用宿家条 这样变作米亭 不知道大家能够记住吗 中华有一位主生队 刚才来祭祀福 哪里走哪里走呢 我就跟他说 你们药米不是都在做药米纸 他说是啊 我就跟他说 你看这个米亭是用宿家的布条去变的 我们可以就这个宝特瓶 我们可以来把它翻过来 来把它挑选 把这种的米亭 我知道 把它变得稍微 变作青春 布条 把这种米亭比较稍微 他看看 他说 嗯 师傅这个我应该回来 研究看看 这样他开始研发 接下来开始就台北了 台北的一群 都是在发明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现在国际的救测 一座 这个宝特瓶的变成了世 可以这座保护 是不是 大家来研究 研究出料 从这个宝特瓶变作 木炭 他们再去进去 他说 这也是可以再来研究看看 果然就把这个宝特瓶变作 木炭 一会一会的品质 不断不断改良 现在那个木炭 你们知道说 我们已经 让我们这么多国家 有災难 这些是冰昏 硬硬 所以说起来 宝特瓶有很多众的鱼 那个棺子 那个暗笨 我们也看着看着白 还有日子看着 都能处得真清 所以 我们能够尽出了 真好的品质 的木炭 即使有了安身的住所 保暖的衣被 但受灾的人 往往没有床铺可睡 于是 浮会床 应孕而生 只要你有爱心 你就会花卉 你的智慧 所以浮会床 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好 巴基斯坦的 那一位呢 刚刚生下来的 这么又嫩的婴儿 有娃娃 那就是放在凹凸不平的 潮湿的草地上 那简单破破的 这样的一盖的 看着实在是很不忍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想 一旦有了灾难 无家可归的时刻 临时的也好 长久的也好 就是有了灾难 也应该给予 有个安稳 能睡觉的地方吧 射焦类如何呢 在最需要的时候 让它成为房屋 成为教室 让他们安身 光是大一个壳的建植物起来 还不够 我们要让它在里面住得舒服 所以有浮费床 浮费床 要运出去 收起来 薄薄的 就可以了 后柜量寨得多 寨到灾区去 数量多 一一地发放 打开很方便 总是这样一打开 很舒服地躺在床上 也不怕 从这样帐篷的地上射进去 让他们坐堂不得 这就是有了床 让他们生活品质改善得多 这都是用心做的物质 能这样的循环使用 用的大家很分析 总而言之 节能减碳是我们现在要共事 不只是共知 共事 共知共事还要共行 人人身体力行 让人人受灾难的时刻 他们也得到了有尊严的生活 这都是我们尽量能做的 我们要如何去发放的安全 当地人适用的 用的能恢复他们的生机 这都是天天都要去了解 同时天天要去用心做建议 非常感恩 不管是台湾的菩萨 当地的菩萨 还有当灾区的野菩萨 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这种的种子 一生无量 无量从一生带动了他们的感恩 二 花费了爱心 真是 爱的能量不只是给他有形的物质 最重要要启花了无形的心灵财富 看得都很感动 也是很感恩 感恩